聖誕節啊 前年節 或是晚上的時候 比較容易遇到 風肉體上的 其實這是我朋友的照片 暫時的 擱置了在旁邊 被冷落 他繼續為我也可以發假照片 如果我又假照片 哈囉大家好我是舒暢 今天這一集真的是很重要 而且男生女生都會受用 因為像是現在人啊 通常都是通過交友APP 去認識新的對象嘛 但其實 不尬聊就已經很難了 更別說是約出來見面 所以今天呢 我有請到了一位老師 Elisa老師 來教我們怎樣約到妹子 嗨我是Elisa 我是情緒線索的品牌 總監尖小編這樣子 哇 那我想請問一下 Elisa老師現在 目前用的比較多的交友APP 有哪幾種嗎 我必須老實說我用交友軟體 大概認真用比較久的話 比較常用大概在兩年前 然後我最近會開始用 有一個原因是為了要做 市場調查 你目前有發現哪一個APP 它上面的人的質量是比較高的嗎 是 都有 應該是說 我覺得其實各種人都有 在任何軟體裡面都會遇到 就是不一定有所謂質量很好 或是怎麼樣 但我覺得是目的不一樣 就是有些人 有些軟體是比較真的傾向於 我真的來交朋友的 然後有一些人是真的就是存否約炮 我有遇到有一些可能是為了要推銷 然後用交友軟體的方式 誒 對耶 對 可能它就是說 我有一些可能投資的 或者是 我有一些什麼樣的項目很有趣 然後 房產仲介很多 也有 就是偶爾也有遇到過這樣子 但我沒有覺得好或不好 因為我覺得大家都是在交朋友的 那目前這些交友軟體就是 公開的部分應該就是 有自己的照片 然後有自己的字件 那如果從男生的角度來說的話 他們PO什麼東西 會比較好吸引女生 普遍來說 還是以照片跟文字 嗯 就是男生蠻多會是 奇怪角度的自拍照 這樣子 或者是可能是一個 大部分讓你看不太清楚的 會擋臉 擋這個擋這個 對對對 跟行銷的角度很像 就像我們在畫IG的帳號 我們就會去看它的封面 跟它呈現出來的樣子 那如果你今天的照片 但是選一個很像在戶外 感覺起來你是一個有活潑的 或者是你是一個比較陽光的 嗯 或是知道你的生活有比較特別的 或是你在酒吧也可以 嗯 像這種可以讓人家一看到照片的時候 然後讓人家有話題跟你聊 要PO一些可以展開話題的照片 對 然後自我介紹其實也是 不管男生女生我都有看過 他們都會抒發自己的心情 嗯 寫很多自己對於世界的看法 或者是我對於這個交流軟體上面 遇到的人的一些 看起來很像抒發心情 但有時候會不小心抱怨 是有情緒在裡面的那一種 對對對對對 這種你就會覺得 我應該要來安慰你嗎 還是我要怎麼跟你聊天 嗯 像我之前有遇過有比較特別 它是說它是 飛行員 這個特別 對它是開飛機的 那它就把它寫上去 或者是說 我有什麼樣的證照等等的 甜點證照 或是我咖啡師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可能對咖啡有興趣 我就會覺得 好像可以跟你聊一些東西 而且從職業上也可以開展話題 對對對對對 如果用IG的介面來講的話 像可能我們有小帳的話 我們一定是抒發心情 可是這個就不會讓人家引起興趣 哦 明白了 如果是我的話 如果它自己 寫著尺寸 然後我就覺得 很明顯 它只想要 肉欲 沒有要跟你交流的感覺 我希望是 能夠比較陽光的 然後有一些半身照啊 什麼之類的 大家有聽到好像 素尚喜歡的樣子 哈哈哈 不要擋臉 不要黑白灰 然後不要發那些裸露身體太多的 哈哈哈 你有沒有發現有一些人設 他是特別受歡迎的 就比如有寵物的男生 他好像就比較受女生歡迎 這類的人設我覺得最基本 因為如果只是剛開始沒有跟你 深入聊天的話 那我們一定會是找 我看了 我有一個話題跟興趣跟你聊 嗯 就是如果你只是單純放你個人的照片的話 那就真的要看你的外表有沒有 沒有去吸引到別人 我覺得這是有點吃虧的地方 跟比較少人會去注意到的 哇 啊 中了 中大獎了 哇 超興奮 幫你發娛樂城最新推出老虎機 海底之謎 代理一起探索海底保障 如果在海草當中短學到古代遺跡 那就有機會觸發特色重轉 讓獎金加分獎費開手組 就有機會開出 兩萬倍的超級大小哦 幫你滿載遊戲哦 除了老虎機之外 還有多款熱門的 骨魚精跟海中遊戲 像這款真人百家 裡面有跟我一樣優質的 美女盒關線上試鏡開牌 還有獨創的三高賞鴨主 大眾的大獎 還在贈售裡面滿费哦 接著起到5月12號 當你發華灣終年慶 水中登陸技術里 百分百倍做的瓜瓜卡 玩遊戲 再做晶品酒吧 一個百萬黃金遊艇等大獎 舒華輕鬆趴 等你來還歡 現在就趕緊去下載 幫你發娛樂程 那你有沒有發現就是在 怎樣的時間點 或者在怎樣的地點 然後去用這一個 交友APP會比較好 要看你的目的囉 如果你真的是 for想要有一些人可以 陪伴我 或是在肉體上面的關係的話 大部分就是可能 聖誕節啊 或是晚上的時候 比較容易遇到肉體上的 那現在的交友 會不會還會說存在就是那種 假照片比較多的這種狀況 還是有 我之前有遇過有一個他想要跟我約 然後我就很好奇嘛 那我就說 OK啊那我好奇你幾公分 然後你就是什麼原因想要跟我約 我就跟他聊 然後後來講一講之後 他好像覺得要成型了 就是好像我們真的會有機會出去這樣 他自己跟我說 其實這是我朋友的照片 那你想要我跟你說什麼呢 所以通常如果匹配成功的話 你會是主動開口的那一方嗎 我會是主動的 我就是聊了這麼多交友軟體 我有跟一個男生很深入的 針對於這件事情去聊 然後我就很好奇 他跟其他女生聊天的狀況是怎麼樣 他就有跟我說 他覺得其實開口聊天這件事情 大多數的男生會不知道要聊什麼 然後也會不知道這女生 什麼點會被踩到 可能我講錯一句話 或是某一個環節 這女生就突然不見了 但是有很多女生 他是匹配完了以後 不主動打招呼 很多超多 我對過很多苦主男生 就跟男生聊天的時候 他們也會說 但我也要站在一個女生的想法去說 就是真的 因為女生有很多的訊息 對女生的訊息會比男生多很多 通常 對對對 所以男生其實也比較辛苦 可能你就被暫時的 擱置了在旁邊 被冷落 對對對 那你覺得聊天當中有沒有一些話題 普遍是女生基本上都不怎麼喜歡 但是男生很經常會提到的 你有遇過什麼呢 蠻好的 就是他一直叫我發自己的照片 覺得這一點真的很爆炸 因為我的社交媒體照片已經 非常的充足 我有問過有一些男生的心態 就是都還沒跟我聊天 你就要跟我要照片 難道你要看臉聊天嗎 我就會直接很直接的跟對方這樣講 然後但是有些男生會跟我說 因為他很怕是被騙 然後就說 我很怕你是拿假照片或幹嘛的 他繼續問我也可以發假照片 那老師你有沒有在這種交友APP上面 可以講一個 比較印象比較好的經驗 跟一個印象比較差的經驗 我先說差的好了 好 這個我真的是覺得很有趣 就是那時候在玩交友軟體的時候 然後有一個男生 我們在聊天的過程也還不錯 然後都是他主動願意想要跟我聊天 開話題 然後聊一聊聊之後 他就開始有想要約我出去 而且甚至會聊 比較私密一點的話題 或是情癒一點的話題 所以有一天他就打電話來 他之前都沒有打過電話 然後就一接 結果是一個女生 他說 你不要再跟他聯絡了 我是他女朋友 然後我就想說 不是我要跟他聯絡 是他一直找我聊天 那我就跟他說 基本上你可以看訊息 部分都是你男朋友開話題的 那你要不要跟你男朋友好好溝通 但我可以現在封鎖他 那你祝你幸福 然後我就把這個人真的封鎖掉 這都是不好的 對 好的部分是 在上面聊天聊一聊之後 然後有跟一個男生出來吃飯 然後我就發現 他其實真的是一個很不錯的男生 然後他會來玩交友軟體 也是因為他最近 失戀 很有趣的是他上來玩交友軟體 是想要好奇 女生在想什麼 對然後那次就跟他聊了蠻多 這樣 但我覺得這個男生是 讓我覺得聊天聊起來 相對比較舒服一點的 然後話題也可以一直聊下去的 真的可以找到朋友 對對對 因為我們在LINE上面還是有聯絡這樣子 對 老師你有印象就是在這種交友APP上面 從聊天到見面 你最短 最短嗎 對時間最短 你有印象大概是多久 兩天 那這個人為什麼可以讓你兩天 然後就想跟他見面 因為那時候沒有男朋友 然後我單純就是想要在肉體上面 有人跟我玩 我是有目的性的 剛好他聊起來我覺得他的身材 長相剛好都是還OK的 然後重點是聊起來很舒服 他一開始的時候 反而是他跟我說 你要不要再跟我多聊聊 以下 我們在見面 我還跟他說 你是不是擔心我騙你 不然我先吃飯 是我邀約他的 因為他前面先拒絕我 他反而是有點是被我約來 是你在約他 我是他在約你 這個案例好像不是有拿來 提供大家分享這樣子 那你有沒有發現有一些男生 心態上我覺得 他們有很多誤區耶 舉例來說呢 就太容易把困難都歸咎於自己 或者這一個女生身上 當天可能沒有收到回復 只是有可能 這一個人離裡太遠 可能他就沒有回復你了 或者說剛好 你密他的那一個點 就是他忙的時候 然後就沒有回到你 但是很多時候就是男生他的心態 這個時候就波動了 波裡吸一點點 對對對 然後這個時候就已經開始在想 這個是不是要塞掉了 我好像一個舔狗一樣 就是有很多負面的情緒 然後就這樣子就上來了 我覺得或許真的 在交流軟體上面 男生真的相對比較辛苦 因為這個東西已經是一個 事實了 就是所有男生 或者是目前的市場 就是長這個樣子 可是你不能覺得 都是因為別人的關係 或是等等的 然後就把這個東西直接 噴發出來 它適合跟你私下的男生朋友 或是其他 你比較close的朋友 去聊這件事情 這個就很像 你走在路上 然後好不容易有一個人跟你打招呼 你就一抓住他 然後跟他講說 我跟你講這個社會多不公啊 什麼樣 老師你身邊有約炮高手嗎? 有啊 我要看上一下遠方 歡迎另外一個嘉賓 真的假的 看不出來吧 你等一下先留下來 那為什麼有一些人啊 他拿到了Line或者IG以後 反而會冷掉 就沒有像在交友APP上面聊得那麼好 這個我之前有一個經驗是這樣 這個男生是 我跟他在交友軟體上面聊 然後我聊得很開心 就聊的時候就覺得 欸好像還不錯 然後他主動跟我說要換Line 然後但一換到Line的時候 他就超級冷 後來我回到交友軟體上面問他 他就跟我說 因為在Line上面 他習慣是回工作訊息 你要辦公 對對對 我習慣在這個地方是公事不公辦的 然後是回答問題的 因為好像是一個律師 長得還不錯 然後有健身身材還不錯 然後我後來就跟他說 我們還在交友軟體上面繼續聊 有一些人在Line跟IG上面 我覺得每個平台有不同的人設 對 IG上面 你應該也會變成很像工作上面回他吧 差不多 那第一次見面 你有沒有覺得有什麼場所 是比較推薦或者比較不對薦的 不推薦當然就是一開始就說 我們要去打炮或者我們要去飯店 就是要去公共場所 然後你一提私密空間 女生的防備心就會一刻起來 對對對 我覺得邀約看電影沒有不好 可是因為看電影也是相對私密的 所以有些女生會怕 那我覺得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你只要有某一間餐廳 你想要邀約對方去 告訴對方為什麼我覺得 這餐廳我想要跟你去 就是你有特別喜歡的店 或是你說我想去這咖啡店 因為它的肉桂捲很好吃 那對方就會覺得 你有認真的在享受生活 我也想要去知道 或是吃吃看 跟你一起去吃吃看 為什麼這個真的很好吃 對 所以就是建議還是以公共場合 做一個第一次見面的邀約 也不會讓女生覺得很害怕 但我覺得電影院不是一個 第一次約會就好的選擇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交流 喔 他還是要約到 餐廳比較好 最起碼有交流 而且最好還是吃一種 可能是需要你們自己動手的 比如說燒肉什麼的 這樣你們就不可以玩手機 然後要交流 真的耶 而且如果你還要把他在過程中 然後男生顯示出服務 然後是貼心的那一面 對耶 女生也會覺得很加分 你看 那通常一開始我們都是聊 比較像是交朋友的內容 對 那如果把它轉折到 開始聊情欲的內容的話 有沒有什麼樣的轉折 會讓你比較就是順暢一點 不會讓就是這個女生覺得說 一下子然後就開始開黃槍喔 那種感覺 想要聊色這樣子 然後對 我如果很多人上來就說 你要跟我聊色嗎 如果這個女生她喜歡看電影 那就可以聊情欲的電影 可能是 葛雷的舞蹈影影 或是我最近可能在Netflix上面 看到了某一些電影 然後你有看過嗎 不一定聊你們雙方身上的情欲經驗 我們可以拿一個第三方的東西 對 然後從這個地方去切入 你可以去了解他對於性的價值觀 跟他對於性的幻想 對耶 對然後你再深入去聊這些東西 很好啊這個 天啊我有學到很多耶 哈哈哈 老師我們開頭的時候你有提到 或你有去過試堂調研 然後我想知道你這份調研 最終的結果是怎樣的 欸他是哪個方向的 就是佛性的啊 因為前線索就是大部分是在教 性技巧的老師比較多 所以當時你想要知道的 是有兩個問題是嗎 對第一個是我想要了解 男生在於性上面他們是很重視的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會好奇 他們在性上面都怎麼邀遇別人 然後跟他們有沒有遇到什麼 在教人情上的困難 所以他們最想要知道的前三個是什麼 我的問題也都蠻直接的 我會問他們說 那你告訴我三個 你喜歡在性愛裡面的知識也好 或是看到的或是發生的事情 然後我可能會舉例 可能舉例像我的話我就說 喔我喜歡被人家從後面抱著 然後去挑逗我 這時候呢就是男生會給我回覆 那通常有些人可能就會說 喔我喜歡被口 然後我就說這個太簡單了 我不要這麼簡略的回答 很多男生我意外發現 非常喜歡親嘴 喔 很多男生很愛親嘴 他們就會說 我在過程的時候 如果有個女生親我的話 我會很興奮 蛇吻的那種親 然後這件事情也是 我在交友軟體上才意外發現 有個男生很喜歡被親 那後面男生點頭如刀三 第二個蠻多男生是喜歡背後食 第三個是 有一些男生蠻多的 他們喜歡打女生的屁股 蛤 這個竟然可以排進前三 比較S屬性的 第三個如果是這樣的話 還有一個是女上位 就是蠻多男生也希望女生是女上位 那我想知道 你剛剛說女學員的前三通常是什麼 因為剛剛是男生的前三 喔女生的嗎 女學員的前三 在性裡面的話我覺得第一個是 扶摸 喔對 你也會 喜歡背大量的扶摸 不是直接職工下面 對 就是可能是摸摸頭 脖子啊 或是背 然後甚至是其他地方的 這個東西都會讓女生的身體 第一個會放鬆 然後第二個是 更容易讓女生比較容易進入狀況 然後剛提到情 很多女生其實沒有那麼喜歡被情 是因為他們覺得遇到很多男生不懂得怎麼情 牙齒會碰到他什麼之類的 對或者是會讓他的整個嘴巴外圍全部都是狗水 然後女生就是第一個喜歡被摸 第二個是就是會去喜歡扶摸陰地 但很多男生會以為這個地方不用管 可是其實陰地是最容易讓女生的身體進入放鬆或是舒服的狀態 第三個也蠻多女生喜歡是從被背後抱抱的 喔 對就會有一個安全感 然後睡覺的時候就單純這樣抱著 或是後戲抱著 女生也蠻喜歡的 嗯 對 好了在最後那就請老師總結一下我們今天有聊到的一些技巧跟經驗 聽起來大家都是針對於比較容易想要可以讓女生直接出去的一些小技巧 嗯 我覺得就從整個流程來講 第一個是 當然你的照片 照片就是我們剛剛有提到蠻多的嘛 照片你要記得是可以讓人家覺得有話題 開話題的原因可以跟你聊的 嗯 對比較特別的啊等等的 嗯 然後自我介紹也是 多寫一些也是可以讓別人看到時候可以跟你深入聊一些話題 嗯 而不是單純只有抒發你個人對於世界跟交流軟體的不滿 對的情緒的部分這個盡量避免啦 然後第三個就是在開搶白的時候 記得是看這個女生的照片 如果你真的覺得你是蠻喜歡她的 或是你很想要跟她有進一步的話 針對於她PO上來的照片 然後去看細節然後給予對方稱讚 你是有設計過的稱讚給她的 提升的絕率會稍微比較相對高一點 然後第四個就是 當然有時候我們會是FOR肉體關係 或是我就是單純想要約跑 我覺得也沒有不好 不管是你想要進結到什麼樣程度的交流 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把對方當成人 你要認真的跟他交朋友 就算我今天是FOR想要約跑 可是跟你聊的過程我沒有覺得這麼的好的話 嗯 我的這個目的也會被我關掉 或是我選擇找其他人 所以我還是建議大家 可以的話就是先從交朋友開始 那今天的內容就到這裡結束 喜歡我的話記得訂閱按讚 分享給更多的朋友 我是舒暢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我們老師有準備了一份資料 是有告訴你圖片的一些參考 以及還有五個聊天的技巧 那稍後呢我會把這一份資料發送到我的TG群 你們可以展開標題下方的資訊欄 然後找到我的link去 去加入這一個TG群 就可以看到這一份資料了 歡迎加入喔